好恩爱女子好好钢铁小恩爱事集活动 10月1号在社福馆举席 特别邀请到因为意外导致全身70%以上烫伤的庄雅精 也就是钢铁小恩来分享她如何从逆境中成长 同时在现场也有15个由肢体障碍朋友所设立的义卖摊位 很多社团妇女都踊跃前往选购支持 好恩爱女子好好钢铁小恩爱事集 身葬女性热爱生命梦想不设限活动 是由花莲县肢体相残福利协庆会 花莲传喜文化基金会及花莲县记者学会联合举办 希望透过活动可以给肢体相残人士有正向的支持 也让社会大众认识肢体相残者肯定他们接纳他们 我们深深的觉得说 伸张人士的女性 她必须更坚持的坚忍的为了生活来面对所有 那小恩的成功的例子 可以来鼓励我们这些身脏的女性 所以我们特别有这个构想之后 我们请去找习子方议员 她听了我们的构想 大力的来协助我们来促成这一次的活动 那很高兴小恩来这边的话 她经过她亲身的经历 她可以来勉励我们花莲县的这些身脏的女性 在未来的生活上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 我希望有很多我们身脏朋友 其实他们很会就是其实也上了蛮多的课 就是手工艺的课程 那怎么帮他们把他们的物品给销售出去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基础 然后来推这样的活动 所以动员很多的妇女团体一起来 对我们姐妹都非常的可爱的 所以我们就是来大扫一番 这场活动特别邀请到 因为意外导致全身70%以上烫伤的庄雅金 来分享她如何从逆境中成长 而场地周边还有爱市集 除了有主讲者小恩拼斗首创馆的餐位之外 还有花莲优秀身心障碍者15个餐位 展示他们精彩丰富的商品 现场参与民众也以好恩爱为主题 把心中的爱写在卡片上 爱心墙上满满的祝福 也让身心障碍者感受到无比的温暖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